常融遗产风波还没完 今天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是在对大哥提告后 首次的公开献身 重炮回击说 拿回自己的东西 怎么会叫得寸进尺 更表示要依法拿回遗产 隔空喊话赶快分一分 而另外新宇也将在 10月份要挂牌上市 以每股20元溢价发行 我觉得我拿回我自己的东西 为什么叫做得寸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或判白亿遗产拿不到 对大哥开告后 公开献身新宇上市前发表会 忍不住开炮回击 你们霸占在那里 不愿意分配不愿意给我 为什么叫做我得寸进尺呢 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什么一个道理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 用什么样的心情 跟一样的想法去评论 这样的一个说法 常融兄弟纷争没完没了 张国伟多度隔空喊话 兄弟霸占不肯分配 就是依法要拿回遗产 我还是老话一句 赶快处理完就好了嘛 其实坦白讲 你拖拖拉拉讲一大堆 那些话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大家还是依照法律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常融家族不止遗产风波 商场上可能也有新变局 新宇航空在成立六年以来 预计在十月底挂牌上市 将以每股二十元溢价发行 累计今年前八个月客运营收达到两百零二点八八亿元 年增率百分之六十二 目前机队总共二十四架 到二零二九年将会持续增加到五十三架客机和货机 虽然是没有办法像国内那两家航空公司赚很大的钱 可是去年也达到损益平衡 小赚了一点五亿左右 整场活动吸引超过五百名法人参与 K董亲自作证 分享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虽然赚不多但还是很厉害 预估今年会以倍数成长 至于长荣近期也在评估 波士顿华盛顿以及达拉斯等新航点 华航则是祭出秋季优惠 全航线最低七二折起 年底航空旺季三雄鼎立各自出招 东森财讯终于君王安平台被报导 看盘不亂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